嗨 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在外面干活旁边有一个人说 他有一个机房的一个空调有问题 不通电了 让我去看一下 然后他自己有万用表 我都什么都没带 我们过去看一下看看 好 我们现在到了 就是这个空调 那边这个电我已经送上去了 这边来按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也就是说整个空调是一个不通电的状态 那么我们把下面的盖子拆开看一下 这是这个用户自己买的一块万用表 花了60块钱 还是用力得的 然后他打算自己来修这个空调 结果万用表买回来 感觉不怎么好修 没修好 所以说我过来用他这块表 来给他把这个空调给他修起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确实是一块新表 没怎么用 估计也就用了一次两次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空调上面 有没有这个220伏的电压 好 我们的万用表打到这个交流600伏挡 我们来测一下这边的这个输入电压 一般的一二角是供电第三角是这个控制信号 控制外面的这个交流接触器的 我们测一下一二角 这个是有电压的 那么我们这个内机不通电的 它这个内机的这个主板的主要是靠 这里面有一个变压器 这里面有一个变压器来供电的 那么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变压器的输入 端有没有220伏 就这个线 我们直接在这个位置测量 大家可以看这边是没有电压的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边两根线 我们来捋一捋这个线 看这个中间是有没有断路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一根白线 一根红线 我们过来来 直接过来加到这个主板上 这个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中间有一个保险 明显你看到已经烧黑了 我们把这个保险拆开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了 这个保险已经烧得无其嘛黑的 那么说明这个后面肯定有严重的短路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如果直接换保险的话 肯定还会炸的 这保险实在烧的是太严重了 那么我们就测量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好 刚刚看了一下电路 发现这个红色和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是直接接到这个位置 接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红色的经过保险 现在是接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直接测这两端 有没有短路 我们用2G关档测 现在是一个短路状态 0.08V的压架 那么有可能是变按器的线圈影响测试结果 我们把变按器的线圈把它拔掉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测试这两端 现在是0.42V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我们把望远表比反过来测一下 这两边的话组织应该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测试还是0.42V 那说明这个电路确实是有问题 正常的话这个正反向应该是不同的数值 我刚刚准备把这个电路板拆下来 测一下这个电路板反面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我发现这上面有个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好这个东西是跨接在这个红线和白线 也就是0线和火线之间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压敏电阻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里面好像是坏了 看到没有已经裂开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剪下来测试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引起的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剪下来的 我们再测量一下 果然是这个东西 我们正反测的话 它刚好是0.4V的压架 那么我们再去测一下这个主板上面 还有没有这个数值 好 我们再测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这个望远表上面 就显示的是一个开路状态 那么就证明正常了 现在就可以装上保险来 来测试一下 这边我已经把刚才接这个 压敏电阻的两个线把它包好了 把它处理好了 然后把这个保险石已经装回去了 换了一个新的保险石 把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插上去了 然后我们去开电来测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送上电之后的这个空调 已经在工作了 已经正常工作了 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个压敏电阻损坏之后 导致烧这个保险 然后导致整个主板没电 所以说整台空调来就不能工作 到时候再找一个压敏电阻给它装上 现在暂时可以就这样用 好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